KASA OS是一个面向家庭用户的云系统 一托Docker来运行 它可以通过安装不同的应用 来实现各种功能 例如安装Transmission来离线下载 安装Home System来控制智能家居 安装Genefin来作为营营服务器 同时它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Web端文件管理器 虽说是基于Docker 但其实它并不需要像传统的Docker使用方式内 去做很多设置 应用商店里的插件都是一键下载安装 自动部署的 可以说是相当适合小白了 大多数0那个设备都可以安装KASA OS 不管是X86还是ARM架构 甚至我们客运都能装 兼用性那是相当好 而今天我会以一台X86电脑作为影视 来教你一步一步安装KASA OS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 首先是准备工作 我们需要一台电脑 日常家里用的就行 但考虑到云系统需要长时间开机 所以推荐使用一些敌功耗小主机的安装 一个0那个系统作为KASA OS的安装基础 这里我使用的是Debian 12 一个U盘用来装系统 Belina Etcher用来写盘 Moba XTerm用来敲代码 注意本期视频里会设计到一些代码 不用记附件表里都有 另外此次安装过程会删除电脑中的所有数据 记得备份 备份 那么照国际惯例 这些东西我都已经放在了视频简介 点个赞过去看看吧 准备完之后 将来是第一步 安装Debian 将U盘插入电脑 打开Belina Etcher 点击左侧Fresh from Friar 选择Debian系统镜向 中间Solite Target 选择你的U盘 确定点击Flash 这样就开始写入了 稍等片刻就能写入成功 完成后我们拔出U盘 插到需要装系统的小主机上 选择从U盘启动 回来到Debian的安装界面 这里我们直接回车 语言选择中文 下一步地区选择中国 下一步键盘选择汉语 下一步会自动扫描机器的网卡 然后让你选择用哪个网卡连网 我这里有两个有线网卡和一个无线网卡 就以无线做演示的 点继续选择你的无线网络 继续 肯定是加密的 继续输WiFi密码 稍等片刻会来到这个界面 主机名随意 继续 域名填点抗即可 下一步root密码 这里一定要填一个自己记得住的 待会要用 继续 用户名全名 随便填一个 下一步普通用户名 填一个能记住的 等一下要用来登录 下一步普通用户密码 填一个能记住的 等一下要用 可以跟root密码一样 下一步会扫描硬盘 然后让你选择安装方式 这里我们直接选全盘安装 继续 问你要装到哪块硬盘 这里如果你有多块硬盘 注意不要选错了 继续 问你怎么分区 直接默认即可 确认一下所有设置 点继续 注意 加来的操作会删除硬盘 所有数据 现在备份还来得及 问你要不要启入磁盘 我们选试 点继续 系统就开始安装了 等待经历跑完 会来到这个界面 这里是问你要用哪个镜像仓库 默认中国即可 继续 问你用哪个镜像站点 这里选国内的大型镜像站 都可以啊 例如网易 总科大 华为这些 如果你看不懂 那么你可以照着我的选 我选的是情话大学员啊 继续 带你留空 继续 然后会开始 在线下载一些软件包 问你要不要提交统计报告 随意 预装软件这里注意 由于我们主要是用来安装CASA S 所以并不需要着面环境 但SSH服务是一定要的 继续 会安装一些软件 并结束安装 看到这个界面后 拔出U盘 点继续 小主机会自动重启 并来到这个界面 我们按下回车 输入你刚刚创建的普通用户名 回车 普通用户密码 注意输的时候不会显示 回车 即可登录系统 接着输入IP 空格 A 回车 我们查看一下系统的IP 这里同样是有两张有线网卡 一张无线网卡 无线网卡已连接WiFi 我们可以在下边 看到路由器分配给系统的IP地址 如果这里看不到系统IP 你也可以到路由器后台 查看主机的IP 记下这项IP 接下来来到第二步 安装CASA S 在和小主机同局网内的另一台电脑上 打开Moba Xterm 左上角 Session 弹出了框.SSH Remote Host 填刚刚记下来的小主机IP 右边戳一下 填普通用户名 确定会让你输密码 输入普通用户密码 回车 就能登录小主机的系统了 我们现在切换到root用户 输入SU回车 再输入root密码 回车 接着我们来安装两个基础软件 输入这行代码 回车 安装sudo 接着输入这行代码 回车 安装carg 中间问你要不要继续输入y 按回车 接着我们输入CasaOS的一键安装命令 回车 然后就开始漫长的跑代码环节了 中间安装docker的时候 可能会在这个界面卡很久 啊 没有实际 等 就完事了 整个安装过程并不需要我们做什么 看到这个界面 就表示CasaOS已经安装成功了 这里会显示一行IP 即是小主机的IP 也是CasaOS的登录地址 我们打开浏览器 在地址栏输入这行IP 回车即可进入CasaOS后台 点击开始 创建一个新的用户名 密码 确定 弹出了光点取消 然后就能进入CasaOS后台了 那么到这里 CasaOS的安装就结束了 你已经可以拿着它 快乐的安装各种软件了 个屁 此时如果你打开CasaOS的应用商店 并随便安装一个软件 大概率你会卡到这个安装界面 即使等上半个小时 进度条也不会动一点点大 这是因为CasaOS的应用都是基于Docker来安装的 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Docker所有国内仓库目前都已经无法访问 所以除非你使用货格握着环境 不然软件那是下不动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临时解决一下应用下载问题 为什么是临时呢 等一下说 在电脑桌面上右键 新建一个文本文档 然后打开它 把下面这串代码粘贴进去 看到代码总结了这几个网址了吗 这是目前可用的Docker镜像源 但它们不是长久效的 过段时间就会失效 只能临时用用 如果失效 你可以自行搜索可用的镜像源 替换进文件中 之后点击上方文件 保存 关闭文本 在文件名上戳一下 把文件重命名为 demon.json 问你是不是要修改文件后续名 点是 来到CasaOS后台 打开文件管理器 左边root目录 一致打开ETC Docker文件夹 接着找到刚刚的文件 把它拖进文件夹上传一下 关闭文件管理器 打开CasaOS自带的终端 输入普通用户名 密码 确定来到终端 输入SU 回车 再输入root密码 回车 请问到root用户 接着粘贴这行代码 回车 意思是添加零食环境变量 接着再粘贴这行代码 回车 意思是重启Docker服务 为了保险起见 这里我们还可以输入rebo的回车 重启一下小主机 重启完成后 CasaOS会自动刷新 我们登录一下 现在应该就能进入应用商店 正常安装应用了 但记住 这个方法只是临时的 塞要后 你需要再次编辑demon.节省文件 替换到Docker文件夹 并重复本节视频中的几行代码 重启Docker服务 那么到这里 给电脑安装CasaOS的教程 就讲得差不多了 现在你就可以下载应用 正式开始愉快的玩耍了 啊 CasaOS的应用商店里的这些应用 应该够你倒腾好一阵子了 安装好的系统 现在可以开机自动启动 所以把小主机开机连上网后 就把它那儿凉快扔到那儿去吧 只要在局域网下 不管是手机 平板 还是电脑 在浏览器输入CasaOS的IP 即可愉快地使用这个系统 相当的nice 那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孟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见